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我们要搬家咯 1月7号起 最中立 最客观 最好看的 年代向前看 就在依新闻频道 周一到周五 晚上8点 民官和你一起 年代向前看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民官 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们 扫描QR Code订阅 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频道 我们的订阅人数已经突破31万了 这一个八月份 整个台湾政治圈的主角 变成是郭台铭 今天媒体包含了 苹果日报这一度追踪独家 郭王沛可能成行 那这一次反韩金三角 真的是会为了拉下韩国瑜 而投入2020的选战吗 今天出来几份民调 其中包含周周追最新总统大选的民调 绿党追踪 如果一对一 那郭台铭 柯文哲 并没有投入总统大选的话 相对上 蔡英文领先了韩国瑜 然而如果郭柯王整合成功的话 那蔡英文的民调支持度有三成四 韩国瑜两成九 郭柯王28% 同时这份民调 也进行了另外一个选项的测验 包含了郭台铭独自参选的话 那蔡英文相对领先有35%支持度 韩国瑜30% 郭台铭25% 整个反韩的金三角 到底会不会成行 这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跟内幕我们待会好好聊聊 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不好 王浩大哥 大家好 董立文老师 大家好 在李明贤 大家好 再来是何博文 大家好 好 再来是PTT湘民林卓民 好 再来是这个投入台中立委选举的陈博伟 好 好 我们先看一下下面的画面 所以我说那个叫政治科幻小说 我说你们那个 那个叫填控 我们叫英文叫fear的gap 就是那个 那个空白的部分 那你们填都会填 然后填了哇 好像跟他说的 有见面没见面 这个 这个是人家的隐私 要有信心说我们要去改变民调 不是每天被民调牵着走 当到台北市长 因为每天总是会遇到很多人 几个比较重要的人 重要政治人物 有时候会彼此交换意见 这也满正常的 好 博文 整个台湾正常都在追 郭台铭到底会不会跟王金平 还有柯文哲合作 但是今天绿党 在追类似的民调结构 郭柯王现在从民调的反应数字上 看起来是有一搏的空间的 我这样讲 这个柯文哲的这个民众党 就是在成立之后 可能让大家外界觉得雷声大鱼点小 不过因为柯文哲个人的 他的网路的魅力 跟他个人的独特形象 确实还是会吸引一大批的这个柯粉 那所以他的这个力量 到底怎么样消长 我觉得跟郭台铭的态度 是非常的关键 那我认为就是郭柯王三个 目前来讲 如果真的要论组合的话 郭跟王之间 过去其实很多人或许会说 可是郭台铭他没有组党的经验 郭台铭跟王金平 其实过去早就有类似组党的经验 真的吗 对我这样讲 中华民国益销总会 大家不要忽略这个组织 这个益销总会 他这个成立的组织之绵密 各县市都有人 一旦真的要发动联署 那样的一个迅速集结能力 也不会输给台湾民众党 那这个长期以来 这个王金平在基层 他又有所谓农余会的 这个组织的一个优势 所以这个结合起来 我认为其实郭台铭目前是 采取一个观望的态度 那这个观望态度 我认为他出来参选的机会 远远大过于 他不出来参选机会 那特别是今天刚刚主持人 讲这份绿党的民调 我让大家参考一下 绿党的民调里面 如果是针对蔡英文 韩国瑜跟郭柯佩 这个韩国瑜是29.4% 郭柯佩是28.7% 坦白讲 韩国瑜是经过 国民党的全代会正式提名 他已经是在党内 可以说是这个 集万人的这个拥戴了 但是他如果是跟郭柯佩 出来跟这个蔡英文 做这个民调的话 他们的民调 其实一个29 一个18% 是在误差范围内 其实误差范围内 非常的小 那另外大家看一下 如果这个蔡英文 韩国瑜跟郭柯王 这样的一个联盟 我们刚刚讲的 只有郭柯佩 那如果郭柯王 连王也加起来的话 一个是29.7% 比上28.9% 一样都是在 所谓的误差范围内 换句话说 这个韩国瑜 事实上他目前跟这个郭台铭出来的话 他们其实两个的这个声势 其实不相上下 那如果说郭台铭他不出来 纯粹就蔡英文跟韩国瑜 来PK的话 蔡英文是44.5 韩国瑜是37.3 这个差距就拉大 差距拉大是大概7到8% 那如果说这个郭柯有出来的话 或郭王 郭柯王有出来的话 这个跟蔡英文的差距会相对比较小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认为就这个选战的这个赢面 跟这个策略面 我认为郭台铭目前 他要出来这个参与 这样的一个大选的机会很大 那另外我们刚刚看到是绿党民调 如果我们再看参考这个 苹果的这个民调 手机加四话 我们可以看到蔡英文韩国瑜 跟所谓的郭柯联盟 分别是26.8 26.1 30.9 郭台铭跟柯文哲 30.9 还赢过蔡英文赢过韩国瑜 所以目前我看 包括从绿党的最新的民调 包括从苹果的这个民调 而且苹果的民调 他其实是周周在进行民调 所以他有一定的这个可信度 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 郭台铭目前如果他要评估的话 就这几样民调来看 我认为郭台铭出现的机会 真的比较大 另外大家要看 民调会看一个趋势 我在看韩国瑜 他从这个当时的韩流不可一世 一直到这个党内的纷争 一直到所谓的全代会 我提醒大家注意 各个党的所谓的全代会 事实上全代会 他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功能 他唯一的功能就是团结 那种一世性的功能 那如果说国民党的这个全代会 算是韩国瑜的一个 参选总统声势的一个 最高峰的话 大家不要忘了 韩国瑜的声势是不断的往下 我所谓不断的往下 就可以看到不管他爬树 水灾消失了二十个小时 或者是像昨天 我真的是觉得大开眼界 他的观光局长 潘恒旭竟然赤着脚丫出来 一个政务首长一级主管 竟然赤着脚丫出来 接受媒体专访 穿着这种休闲服 他在这个市政府里面 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他竟然还对外讲说 这个叫接地气 好那我先不管说 我不在这边跟他耍嘴皮脂 或喷口水 我只是认为 如果韩国瑜类似像这种 很荒腔走板的言行 或者他的政务首长 不断的出包 我都先不要讲 他的政见 有没有办法落实 我认为韩国瑜 他呈现的民调的态势 是疲弱的 是往下的 我们民调经常是看一个趋势 那如果这个时候 郭台铭跟所谓的 王金平或柯文哲 这样的一个结盟 如果他民调呈现的是一个 稳定跟韩国瑜 拉这个接近 甚至是微服上扬的话 那我想到最后恐怕 国民党会必须面临一个抉择 是不是会到换柱2.0 这个我不敢讲 但是就是说 是不是在蓝影的内部 自动会整合成 另外一股力量 来作为这个2020的 这样的一个大选 否则如果以目前的 这个态势来看的话 单纯蔡英文跟韩国瑜PK 我认为韩国瑜这个民调 持续往下走的这个趋势 很难看到有什么可以 突然再激发起来的 向上的力量 但是如果说 这个蓝影能够真的 整合出郭柯王 这样一股势力 未来投入总统大选的话 我想这未来三分天下 而且每一个板块 几乎是势均立体的情况之下 或许国民党还有 这个比较有一搏的机会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还是认为就是说 身为我们身为这个 民进党的议员 我认为面对明年大选 真的要步步为营 战战兢兢 因为这个随时三分天下的 这个情势出来的话 各个阵营 不管是领先或落后的 这个幅度恐怕都会 越来越加的紧缩 好那博文我问你 三分天下彼此的差距 几乎是接近在误差范围之内 蔡英文的领先幅度 事实上也不过四个百分点 所以三分天下之后 有没有可能发生气宝的效应 我认为是有可能 如果三分天下到最后 另外两组人马 如果说到最后 感觉这个差不多的话 会自动产生气宝效应 而这种气宝效应 不见得是操作的 而是民众自己会去判断 那明显 所以国民党内 到底能不能够团结 现在看起来 韩国瑜的声势开始下滑 那郭柯王 现在吵吵闹闹 两个礼拜 这个非常暧昧的情节 那媒体今天苹果还发个新闻 说郭王沛的几率比较高 然后客户者也表态挺郭 你怎么观察这个政治效应 我先讲气宝 如果照目前民调 误差范围内 三%或五%内 要气宝不太容易 你如果挥到差不多十% 真的有明显的差距 就是说两强一弱 才有可能气宝 如果是三强鼎力的话 要操作气宝 或自发性的气宝 那种大规模的 不太容易操作 技术上 那至于说整合的问题 对我们来讲 第一阶段的整合 当然是目标是 那个 那个郭台铭跟王金平 难度蛮高的 就包括说 在整合郭台铭的部分 包括吴敦毅主席 去见了张专谋的夫人 那因为郭台铭的表姐 那你没有办法 见到郭台铭的本人 甚至马英九总统 也是试图去联络 也找不到人 就代表目前现阶段 是属于碰壁的阶段 但是媒体追踪说 七月三十一号 郭台铭回来 八月一号就跟 柯文哲见面 也跟王金平见面 就是王金平跟柯文哲 才找得到郭台铭 整个国民党中央都找不到 这讯息谁放出来的 我认为有可能是 我推测 可能柯文哲 柯文哲被人绑出来 为什么 柯文哲他要行数说 一个说 你看你们党中央 国民党中央就是不仁不义 你们把郭台铭 把那个王金平逼走 就是有点 柯文哲的策略 是这样操作 操作暧昧 生米煮成熟饭 其实我认为双方 虽然有互动 包括柯文哲 成立政党那一天 郭台铭送花 那他的发言人 尔门达也出席了 那至少双方 有一定的接触 不姑且不认柯文哲 跟郭台铭 到底有没有真的会面 可是至少有一个 暧昧的一个状态 那柯文哲 甚至要加码说 双方到底要怎么样 甚至媒体又说 那民调如果是超过五% 那就有可能宣布参选 我认为柯文哲 有担保在塞人 塞人逼得 就是把他弄着说 你郭台铭就是被逼走 这样 在我们的内部群组 包括来营的内部群组 LINE里面 一一一一串都在骂郭台铭 我觉得那种声音出来说 就是你们国民党 把郭台铭宠坏了 我就类似这种声音出来 谁在骂郭台铭 韩粉吗 很多 就说支持者不一定是韩粉 就那种声音一直 一直传那种文章一直传 我觉得最后有可能 把他弄假成真 那就了解 郭台铭回来 有见了包括挺蓝军的 媒体人士 直升媒体人 那还有跟党内的大佬 不是主席 又有通上电话 大家一次给他的建议是这样子 就说你不要那么早决定 你看完决定 你到底选或不选 你晚一点决定 因为这个资深媒体人跟我讲一句 说现在没有人劝得了郭台铭 没人好就住他 因为他那么棒 但是有人去劝他退选 或者有人劝他不要参选代理 有人说就是说 你用劝这个意思就是要劝退 对的意思是说你没条 就目前的情况底下 你选不条 选不赢 那选不赢的情况底下 你出来选 可能就变成说 到时候韩国一败选 就两败俱伤 你可能就变成一个罪人 你觉得这个民调是郭台铭选不赢 还是韩国一选不赢 其实民调不只绿党 很多种 不可能出于我们的 照民调 其实郭台铭自己 现在看起来没人有我们的 参议会也没有我们的 民调其实都误差范围内 我相信郭台铭 这也有做民调 郭台铭自己在做决定 所以他一回来 没有立即宣布的情况底下 大家建议他 他几个人 就几个人 他见过人建议他说 你晚一点再做决定 你要选或不选 你晚一点 八月底到九月初再做决定 所以有人包括李燕秋 提出了一个叫 副仇者联盟的概念 就是说 谁副谁的仇 副蔡英文的仇 还是副韩国语的仇 副蔡英文的仇 我说胜利者联盟的概念 韩国语是总统 那葛奎 葛奎就是郭台铭 然后副总统就是 朱立伦 类似这样三个人 把他整合起来 那时候多博文讲到一个 就是说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韩国语的民调 确实有停顿 甚至有下滑 至少对比我们内部的初选 所以我们现在观察各家的民调 都类似绿党的民调 而且绿党的民调 是类似苹果日报 类似品观点的民调 至少有那个瓶颈在 可是我认为 我们内部评估 不会重演到2.0 换出2.0 因为韩本的 那个base 是远高于注分的 所以目前不可能 因为韩国语不可能崩盘 只是说 他的天花板隐约看起来就在那里 怎么去突破 其实不用换 怎么去突破 你们有内部的问题 就是说 你怎么去突破 韩国瑜的民调 第一个 他市政必须要再拿出亮眼的成绩 第二个 加分的情况其实还有 包括部分区 包括副手 这是要涉及到 国民党的部分区还能加分 有啊 大选结束也有 国民党2008有没有加分 还是有啦 有加分的空间 真的很乐观 没有哪里 你必须要 现在 国民党跟韩国瑜绑在一起 对于区域立委来讲 韩国瑜是加分还是减分 有加分 他们也有他的包袱存在 好 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如果李彦秀选港湖 对决高嘉宇港湖 李彦秀要不要挂上 韩国瑜的合照 我们一定会挂了 全部都会挂了 那你觉得挂了 是帮李彦秀 还是帮高嘉宇 恐怖基本盘一定没有问题啦 可是对于 那基本盘如果剩下三成呢 三成要靠个人努力 我觉得个人努力可能 因为立委候选人 自己区域有在 自己区域经营 你不能全部都靠母鸡来加持 这双方都要用 我觉得现在蓝军是这样子 已经正式提名了 大家就把社会了 没有那种说 你韩国瑜或郭台铭怎么样 全党绑在一起 因为吴冬英主席 在那个中常会 早上说得很清楚 全党都要辩护 现在情况有点这样 韩国瑜如果垮了 国民党也就垮了 韩国瑜能上去 国民党就可以上去 这全党要有这个共识 那韩国瑜已经看到 外扩效应的瓶颈天花板效应 国民党要帮他克服 国民党可以克服 国民党过去也有经验 国民党毕竟过去打大选 有这种经验 当然国民党是一个 不擅长打逆竞选战的政党 所以可是要努力去克服 你这一关克服不了的话 那韩国瑜如果选输了 国民党等于是也垮了一半了 我就是这样 大家全党要有这个共识 所以当然高雄市政 跟所有韩国瑜这部分 未来再磨合的部分 要再努力了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 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媒体追踪 郭泰民跟王金平 可能整合成型 那这个郭柯王会不会变成 反韩金三角的政治能量呢 外界也还在观察 我们看一下王金平的说法 台湾现在就像温水煮青花 这个温水中的那煮青花 会伤失很多的生机 跟郭先生见面 大家相谈顺欢 我们的共识是 一定要共同 为台湾的前途来努力 这是我们的共识 大致也一样 好伯伟怎么观察 我认为我们先看一下这三个人 其实这次不是第一次放在一起 在2014年太阳花的时候 立法院长王金平 带着这个关公 请他解决这个问题的郭台铭 然后以及得力者 柯文哲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 柯文哲对他们两位 对前面两位来讲是 可能还是有阶级的看法 就觉得我们在这里混那么久了 你可能是这四年才应得到 这个政治力量上来的 所以他们某种程度 到底会不会合在一起 我觉得机会应该不大 王跟柯的这个部分 但是郭王沛现在盛宵成上 我觉得民调 刚刚我们看的民调少做一项 就是蔡英文单独 总统 蔡英文总统单独对决 郭台铭的情况 因为韩国瑜 现在的声势 一直在下降的情况 我们说上一届选举 有提到换柱这件事情 那换柱最难的 并不是怎么换 用什么借口换 而是洪秀珠要不要 那这一次如果 今年也一样 现在不是要怎么把 韩国瑜换掉问题 是韩国瑜要不要的问题 对韩国瑜来讲 他是迫不及待 想要回台北 因为他的这个高雄住所 放在左营高铁旁边 显见对高雄毫无感情 那就是这个关 开关要怎么打开 我想这是国民党正在努力的事 吴敦义从一开始 作为一个高雄市长 急着要回中央 然后再发配 韩国瑜去边疆 没想到他光复高雄 从他们的角度来讲 那可是他又有机会 再重新回到中央舞台的时候 你们要怎么劝退韩国瑜 我想这是国民党 现在内部最大的问题 因为很明显 如果能够弄成 一对一菜对锅的话 我想这个蓝银的声势 可能会变得非常的强大 而且韩国瑜是愿意 百分之百支持的情况下 这跟2016年的状况 完全不一样 柯文哲最近炮火全开 在打蔡英文 我有时候真的是很好奇 中心思想到底是 想要往哪一个方向 他到底是在帮蔡英文 拿蓝银的票 还是在帮蓝银 打蔡英文的声势 我想这件事情 就是柯文哲 现在对我们来讲 他的 我对他最不能理解的事情 就是你要么是蓝的 要么是绿的 你如果蓝绿一样 你也不能当空气 我们不知道 你的政治中心思想 到底是什么 你的为人民好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 中国人在台湾说 为人民好是和平 是两岸同意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说 为人民好是和平协议 那我们相对独派的来讲说 为台湾好是这个要保护台湾 远离中国 珍惜生命 注意安全 那你的这个柯文哲说 为人民好 到底是哪一个人的 这里面有这么多的人吗 所以 他的行为 我在讲就像 我们去餐厅点菜 说师傅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有什么菜 比如说 婚姻平权 东澳证明 然后再问他这个劳资的问题 这个老板有不表态的权利 这样子我怎么知道点什么菜 不然简单一点 你无菜单料理 你是中式料理还是台式料理 你是国民料理还是民进料理 他说我的料理中心价值很简单 民主自由多元开放 我还是不知道点什么菜 所以他的问题就是 当你在呛导蓝绿样烂 然后你很认真做事情的时候 你要告诉我你的价值是什么 这是我对柯文哲以及台民党 两个同时的这个最大的问号之一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投入台中的地方 区域立委的选举 然后去PK言宽衡 为什么挑言宽衡 我的想法很简单 去到这个地方 我会很快的成为在地人 而且我们 我跟民进党要一个幕僚 说你们可不可以有这个 在地论述研究 我要做政策研究 然后这个时候旁边就有阿伯跑过来 说这个这个没有票 我说这不是有没有票问题 是我们要不要做的问题 那比较幽默的事情 是我可能 我真的是想要去做政策 跟这个在地议题的功课 可是我不知道 我会不会 反正概念是这样子 跟严寡 如果他们说他的体力很好 那我们来比赛跑 如果说他智商很高 不然我们来比赌政策 就大家如果觉得 除了他的家大业大之外 我有什么比他要差的 你可以投给他 但是我相信 作为一个这个全国性的人才 来到这个地方 给选民多一个选择 我想这是民主自由的这个时代 以及政治一个蛮好的示范 也可以让大家这个参观比较 那我问你 民党是只武动找上你 然后挑上严宽恒 这个选区吗 一开始是这个 卓龙太长你吗 没有没有没有 跟平常就是 比如说我跟议长 我们那个民党的议长 康玉成 就是会参序 那那个时候就在聊说 那你怎么办啊 你有人气你不能退啊 你要想办法继续 叫你去选举 对对 要叫我继续选立委 那那个时候大概就有几个选项 监困选区 那个时候大概 我其实那个时候一开始 我内心想法是不分区 所以我环岛两圈半 然后我还曾经一天送春联 由南到北 然后后来就变成这个 要不要考虑合作 那我的前提是因为 维持自己的主体性 我如果在高雄选 以我自己的地方实力 只要蓝绿都在 这个没有机会嘛 我也没有要人家退 或者是干嘛 离让什么的 从来没有谈过这些事情 只有说那有没有 那个比较艰困的地方 我们自己来挑战 作为一个比较小的部队 我们应该担任的是 这个刺客 或者是掩护 或者是补给之类的 为了台湾人政府 最大化来努力 那颜宽的状况是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派系 他有红黑两派 红的我们说叫 农与水利汇系统 黑的我们叫地下经济 就不用缴发票 不用付税金的这种 包含宗教 包含等等 那一个是合法的寡占市场 一个是坦白讲 是非法的市场 那这些东西过去 多年以来没有办法解决 那你是不是要有一个 先让他至少 有六十分的一个机会 然后我们再来讲 社会如何公平正义 现在台湾最大问题 就是明明就还有 这些地方的存在 然后我们一天到晚 又要把道德值 拉到一百分 那造成这个 不管是本土阵营 或者是这个在野的 第三势力政党的声势来下跌 我想这个都是 对台湾社会的进程 非常可惜的事情 我还是要强调一点 既然是政治 政治是一种专业 我不会去教这个 随便举例 我不会教馆长深蹲 膝盖要角度几度 那也请大家要尊重 这个政治人物的政策专业 我知道大家都会有 政治利益的盘算 可是我没有 我们很 我们的初心很简单 呱吉说他是民主开箱 我这一趟就叫民主翻箱 OK 那所以卓龙泰找你 然后去这一个着重 监困选区的开拓 然后就挑上了 严宽恒对决的这一区 是卓龙泰跟陈一齐谈 是我们两党 两党主席谈的 好 所以卓龙泰有去整合小党 那激进党是卓龙泰整合的 小党之一 之一 然后激进党的成员 也是卓龙泰布局这一次 2020大选的其中一个选项 合作的选项 合作的选项 这个就整合吗 这个其实跟并购 也是一样的概念 我不认为是并购 我们的主体性很强 好 你的主体性很强 好 那我旁边有另外一个 这个约莫半年前来 入过影的PTT乡名 他叫林卓明 他先前也是主动来报名录影 这一次也是主动来报名录影 那五个月前你来录影 你说你是磕粉 你现在怎么看台湾民众党 我现在好像比较磕粉 我现在转成磕黑吗 特地也不是 他们现在反正就叫做 我叫做前磕粉 你叫前磕粉 对 然后现在柯文则说 任何指教他的人 就叫1450 可是对1450 他们也不太公平 所以PTT乡名 说是轻易相鸣 所以他们都说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1450 我们是725 叫初一二 为什么 因为他们才是1450 他们是初代的磕黑 就我们现在指教他 就叫做磕黑 那博文当然说 你说你不了解 柯文哲他现在到底在打谁 我觉得他也不在打蓝 他也不是在打绿 他简直在打磕粉的脸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一件事情 他阻挡的时候 他号称一件事情 你当然说铁三角 我觉得说柯文哲 郭台铭 王金平 这个铁三角太奇怪了 真的很奇怪 你想想看哦 第一个 那个台名党 里面有一个叫做 望中学者 赖祥林 这个被柯粉 赖祥位 赖祥位 不要 因为他来路不明 其实我也不太 很清楚他的全名 好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柯粉最大的社团 在反红媒 和反中的那个现场 其实是最大 我的一个 一股力量在那地方 你今天选了一个人 当你的一个党派的里面 最重要的人士之一 那你不是在打柯粉的脸吗 好 再来第二点 2014年的时候 柯比讲过一件 叫公开透明 他现在公开透明了吗 他怎么会跟王清平 王清平号称叫什么 敲旺 那个PD下面叫做大桥吗 他怎么会跟这个人 会组合在一起呢 所以他不是在打任何 也不打蓝不打绿 他把柯粉的脸 全部都打爆 所以我们 当然我今天会主持 我今天会主动来要 求来上这节目 我是蛮希望一件事情 我是最主要要求是希望说 柯文哲他能好好当他的市长 他不要去对不起 去年一一二是陪他到 三晉半夜投他的选民 他要实践他的承诺 有一个高雄市长 选上了不务正业 他说北漂青年都还没回去 就开始北漂了 那现在柯文哲让我看到是 他也没在专心市政 他天天假日的时候 就跑去南部 我觉得干脆韩 柯配也不错 这组合刚好 反而一个喜欢往北 跑一个喜欢往南跑 两个组合起来刚刚好 所以我对柯文 所以您主要问半年前 你来我们这里露营 你是一个超级柯文 然后你是支持他选市长 也支持他连任的 对 可是你这半年的转换 之所以认为 这个转成柯黑 很大的一部分是 柯文哲最近的政治操作 跟决策 并没有得到你的认同 我那时候讲过嘛 柯文哲有三种特质 强者 然后你要很直白 然后第三个呢 你必须要对一件事情很执着 但这一一二四完以后 柯文哲的所有的一言一行 我觉得都违反这三个承诺 违反这三个特质 你哪件事情是为了人民 没有啊 你哪件事情是关系到北市镇 你的市府幕僚 李静颖 你上PTT在国民党初选的时候 你上PTT上面去 去做政治操作 这是关系到台北市镇来历 我是完全看不到 我是支持你当台北市长 你那么辛苦 在两党的夹杀上 你选上了 你是不是好好实现你的承诺 你的政策白皮素上面 你到底是到现在 你做了几点 没有啊 也没有讲 而且你也讲过一件事 柯文哲讲过一件事情 他比韩国瑜 更不能选的原因 是因为他更多政大的 他的建设是在他手上 这边要完成的 他因为韩国瑜他刚当选 他说他没有任何的一个建设 要执行嘛 所以柯文哲很完全的 违反了这些事情 我并没有变 变的是柯文哲 好 那所以你半年前来录影的时候 你是支持柯文哲的 那主要是支持一些 在你心中认为重要的政治理念跟价值 那其中一个价值就包含了 做市长应该把市长的职责做好 以及你现在的论述比较接近 做市长应该这个做好做满市长 那你的观察是 你认为他这半年来都在拼大选吗 可是到目前为止 他并没有正式投入总统大选 他确定的是 他说他九月份会决定 然后他另外一个确定的是 他筹组了新的政党 叫做台湾民众党 你怎么看台湾民众党 我觉得他集合了一堆 来路不明的人 然后第二点 你想想看 他在一日无聊中 他就想说一件事情 我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了 对啊 你那天那我们很欣赏你嘛 为什么 因为你七点半开会 你一直忙到十点 你假日也在一直在拼市政 为什么他可以支持那么多的人 就这样子嘛 因为我们跟我们老百姓一样 我们很认真的做事 我们很认真的在做一件事情 可是你现在你组织了政党 那我要问一件事情 我先问一件事情啊 你政务的时间都不够了 那你怎么来做党务 好 再来第二点 创党的钱谁出的 我不知道 对啊 这个要问柯文哲团队 所以我就要问啊 柯文哲呢 柯文哲能不能回答我 你创党的钱到底哪里的 能不能讲 对啊 这个你以前在 我们在那个他第二 那个他第二次选举的时候 他的政治就是公开透明 你要清楚他2014年的时候 连一颗大蒜 他都在他账户报表上面 他最知道创党的钱到底谁来的 他租的会议的钱到底谁来的 他之前赖亦特 他说出包的时候 后来大家就说钱哪里来的 后来哦 陈佩琪才说是他出的 好这是我再来问 我继续问下去 他之后创党之后的钱 金流要怎么控制 你完全违反了 当初支持你的人的承诺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 他不是打蓝 他也不是打绿 他简直在打 柯粉的脸 所以说作为一个前柯粉 半年前也是柯粉 而且半年前 还有来本节目录影 本节目还可以在 脸书上再PO出 他先前录影的片段 然后你现在是完全不能接受 此刻的柯文哲 你现在是变成柯黑 也不是变成柯黑啦 只是说你要告诉我为什么 你公开透明 这些东西 他有点像 不晓得现在是鬼月开来 是怎么样 有点 我本来是上升还是 我也搞不太清楚 就是说 他好像不是我认识的 那个阿伯 一二四之前 他也是很努力 我觉得我没有变 变的人是他 一二四之前 他也是说 他坚持要到选举前 他要法治 他要法治前面 他一个月前 他才请假 再出来再选 会不会赢得人家钦佩 会嘛 可是现在你选上市长以后 你任何的一个新闻 你都在不关系到 你的台北市政 如果这时候 大家在 他就说台湾有个问题 其实像客鱼路拿出来 每一则那不是我的问题 是他的问题 都打脸他 打脸他自己 他说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 一天到晚在讲选举 他现在是不是 对 他半年前在选举 半年后再评估要不要再选举 对啊 半年前是市长连任选举 半年后是评估总统大选 然后同时也评估 柯家军跟政党的这一次 在2020的立委选举的角色 所以你认为 柯文哲说台湾一天到晚在选举 这一句话 就打脸了 他最近的所作所为 所以你觉得打脸 这个柯文哲的是柯文哲 然后打脸柯粉的也是柯文哲 对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这个空泽跟郭台铭 跟王金平到底会不会变成 反韩金三角整合成功呢 我们看一下央视党媒的说法 好王浩大哥 你怎么观察 刚刚看到的是海峡两岸 也讨论郭柯王的这个结构 跟他投入选战过程当中 可能造成的效应跟影响 对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 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的节目 和央视发的贴文 他们很明显是透露出一个信息 就是他们北京当局非常担忧 这个郭王沛出来分裂国民党的支持 分裂蓝营 这个信息从8月5号 我前两天讲的央视的那篇文章 非常强烈的表达出来这个意见 然后你刚才播的那一段录影 也是表示了同样的意见 就是因为北京当局在中美贸易战 在对香港问题 在对台湾问题过去一个星期 态度都明显的激进化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鹰派 在主导的北京的政策方面 我想他们现在是希望全力支持韩国瑜的 而不希望这个郭台铭出来分票 特别是这个 因为中美贸易谈判破局 郭台铭在所谓的中美关系中的一个中间人的个人角色 明显下降 这个对于这个北京在改变对韩国瑜和郭台铭的态度方面 我觉得是一个蛮关键的因素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实际上同意刚才钱国粉先生说的那个 钱科粉 钱科粉对不起 钱科粉说的那个 他觉得应该韩科配 这个韩科配是有历史根据的 因为他们都是旺旺党的代理人 因为你如果想去年韩国瑜被成为旺旺党的第一明星之前 科粉则是旺旺的第一明星 所有的旺旺旺中的媒体第一捧的支持的是柯 柯市长 那后来因为韩国瑜一经突取 所以成为这个旺旺的支持的第一个头号政治人物 但是第二号政治人物一直还是柯分泽 这一个旺旺党的这个态度过去12个月来 一直是没有变的 那么你看这次台湾民众党的成立 里面几个关键人物 在他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评议委员会的 这个旺旺党的人物的这个 重叠度很高 重叠度很高 科粉则台北市政团队有几个成员 也跟旺旺集团的这个主要成员 重叠度很高 包含这个赖月千胡志强等人 这是他的科分子的两岸政策委员会的顾问 三大顾问全部都是旺旺集团的主要成员 主要成员 然后他这是成立这个党的里面的中央委员会 和这个中央咨询委员会 特别是刚才谈到的那个赖教授 还有几个人所谓做这个两岸 这个产业的这个主要是旅游业的 也是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那这里面就看到 就是说他整个这个台湾民众党的组织结构里面 也某种意义上被旺旺党绑架了 那郭台铭曾跟对于旺旺党是直持反感的 他一再警告这个韩国瑜 你成也旺中败也旺中 你要远离旺中 但是如果郭台铭现在跟柯文哲结合 等于是郭台铭再一次被旺董绑架了 那郭台铭有那么笨吗 我觉得他不至于那么笨 郭台铭到今天为止没有具体表态 对 就是说有表态的是柯文哲 柯文哲基本上几乎说他表态 就是首先他成立一个政党 再来他表态 他公开表态说他挺郭台铭参选总统 对 这是一种直接表态 然后柯文哲的表态是明确的 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松口 还没有具体表态的人 其实是郭台铭 对柯文哲虽然有明确表态 支持郭台铭选总统 但是他也有前提条件 他说柯文哲要说清楚 他在中国的财产 要说清楚他一些 弊案的关系 但是你有记得这个 郭台铭的发言人曾经说 韩国瑜如果要整合的话 他必须说清楚跟望中的关系 对 那郭台铭要跟柯文哲整合的话 难道柯文哲不要说清楚 他跟望中的关系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郭台铭也一定要问柯文哲 那柯文哲过去其实长期以来跟望中亲近 这个恐怕是媒体圈大家知道的事情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公开的消息 但是类似林卓民这一类的柯粉 就是他们过去可能没有那么介意这件事 或者他们过去认为市长跟市政团队 就是说市政的部分跟两岸的部分 比较没有那么高度相关 所以他们可能有一部分的人是包容的这件事情 然而刚刚林卓民讲到一个本质的内容 本质的内容是 如果柯文哲是亲近望中集团 那你们是反红美的 你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个亲近红美的政治领袖 你刚刚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而且如果这个政治领袖 他的位阶是总统的话 这可能对你们来讲是一个更大的疑虑 是 就是说我再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 很多观众朋友不知道 柯粉里头有很多人去参加馆长的反望中反红美 这是事实 然而柯粉里头的那些柯粉 也确实是柯的粉 那这两件事情 本质上在总统大选里头是冲突的 以及本质上在总统大选里头 反红美的这一群人 事实上是不能接受一个亲中的 或者亲红美的政治领袖 所以你刚刚才会开口就表达了 你对这样的组成跟这样的不满 可是在市政跟市长连任上 你们相对对于这个议题的包容度就比较大 是 主要原因是因为市长的权责 比较没有拉高到国家的战略或两岸的战略吗 应该说柯文哲有点严重的失算一点 他严重低估了 年轻人对于中国的敌意 他严重的低估了这件事情 然后再因为早期柯文哲 所以你可以支持他当市长 但是你不能支持他当总统 或者不能支持这条路线的总统 就像柯文讲的你要讲清楚 像中美贸易战 你要告诉你告诉他 而且我是第一次听到一件事情 你看历任总统里面 没有人说要交中国考卷的人 他是第一个让我听到这个答案的人 那对于我们而言 对于国家定位而言 他支持他的群众都叫做天然独四代 他这种东西不是要去教的 他现在在做一件事情 跟柯本两个违背的事情 你看访红梅那天他去哪里 他躲到后山去 他躲到花莲去 有那么重要吗 那个场是为了你而设的 你去的时候 那个人量就是你的 他没有去接受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还慢慢的几个步骤 包含台湾民众 柯文哲跟蔡衍明的关系 是蛮亲近的 就一般的电视圈以外的人 可能不知道 但是就我所知 柯文哲亲近的电视圈的老板不多 蔡衍明算是亲近的了 所以当然很多柯本 像我就会知道这一层关系 那学着你的越来越表态 那我相信我觉得柯本 会陆陆续续离开 你说这民调说 上网来看一下 绿党民调 台湾民众有10% 他选前三个月的时候 也是领先10% 那最后呢 不见了 对 现在赢三千票 赢三千票还有一点 很多都是像这种 叫做绿科黑 很多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讲过 他原本他只是投邀文字 可是他投票 发觉一件事情 怎么办 要给丁手送上吗 不要 他就喊血喊尿 就直接投给柯文哲了 所以他必须要很清楚这件事情 他的支持群众的光谱在哪个地方 那他以及他现在 因为他因为他的光谱也越来越 他比如说号称他说 他去了中国十六次 他批评民进党 没有人去懂中国 那去十六次就能了解了 那我在上海我曾经住过四年 我可以比他了解更百倍 对 林卓明来过本节目录影 还讲过他过去家族事业 在中国投资的历程跟故事 是 所以固然你们家族里头 曾经在中国有过事业 然而你对于捍卫台湾的主权 跟捍卫台湾的民主 你也是非常坚持的 我觉得柯文哲的幕僚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给他一个错误的导向 好像没有中国不行 那上次不是有一个影片上传 说有个陆克在那个韩岛 韩国瑜的造势场合里面 跟他一直举 他说没有大三通之前 你们台湾不是也过得好好的吗 那对于中国态度而言 我相信还是很多台商在那边投资 但是就是一样嘛 做生意是像 我去你在那边投资 像郭台铭在那边投资 富士康 他养活他们几百万人 那也是一样啊 我去带我的钱去投资 你们也赚到 我也赚到 那对于柯文很多的人 在这一概念是 你好我好 但是你要讲到说 跟你同一国 不好意思再见 对啊 你要讲到主权意思 不好意思 一变一国 没有人会说自己是中国人啊 也不会要说要说 做这个模糊地带的这东西 那像柯文哲还前天 还在说一件事情说 因为因为我们一匹 一直在打中国 中国限缩陆客团来台湾 不是人家哪会给你那么后康 我觉得这也是很荒谬的一个论述 那是不是代表一件事情 以前跟中国太亲近了 中国以后可以用任何的东西 来控制台湾 就像香港的问题是一样的道理 他可以说变就变 中国是人治的地方 他不是法治的地方 也跟柯文哲的所谓的 说民主自由法治 他是完全违背的事情 他对中国的理解程度是 我是认为 我觉得是大概幼稚园等级的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这一次 这个郭科涵三人 会不会结合成反韩金三角 郭台铭的态度跟表态很重要 那空泽已经表态了 董老师怎么观察现在的变化 其实可以把我们这次2020台湾总统大选 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七八月叫做开场 九月十月叫做中间场 十一月十二月下半场 今天八月八号 其实还在开场的阶段 今天的基本状况是什么 刚才的几个民调都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是蔡涵对决的话 蔡可以赢 如果有加入第三组的话 就不确定 这个叫基本态势 所以说对蔡英文总统来说 他现在要在中间选民上 跟不是跟韩对决 是跟可能的第三组 来争取中间选民 对韩国瑜来说 刚才也很清楚了 他要赶快去巩固 他的蓝营基本牌 他现在是首次 他已经没办法进攻了 所以说他要团结国民党 我刚才听到国民党的朋友说 有个团结的方法 叫做分关 总统是谁 副总统是谁 行政院长是谁 立法院长是谁 我会想 啊 媒体人建议 媒体人建议 OK好 所以呢 我会建议国民党 党中央 再仔细听听郭台铭跟 王金平讲的话 郭台铭说 韩国瑜要先处理 旺中的问题 这要听清楚 第二个 王金平说 现在才要再处理 是不是太慢了 我先补充 旺中昨天有人事地震 有换几个高阶主管 有用吗 有用吗 那几个高阶主管 我们有听过吗 外界可能会认为 某些高阶主管 也不过是老板的人头 这我承认 这我承认 但是昨天有这样的新闻 我要赶快回来讲柯文哲 太有趣了 我曾经讲过柯文哲 主党是一个不聪明的做法 所以除了刚才 我们的朋友讲的那些 柯文哲市长的问题 他还有两个大 两大问题 跟主党有关 他还会继续发酵 第一个柯文哲 你现在是台湾民众党的党主席 你每次站出来 都是以党主席的身份讲话 政党要有政党的样子 什么意思 你后面是谁 你后面要有战人 就表示你是一个团队 你是一个政党团队 你后面的要有兵有将 甚至要有巷马炮 那些人是谁 你不可能从头到尾 台湾民众党 那他有小牛跟学姐跟陈思雨 叫他站出来 就是你站出来 要有个政党的样子 这是第一点 就是他这个问题 会继续发酵的 第二个 你说了一句话 你这个政党要提 要把这个不分区的政党名单 全部提满 听说叫做三十四席 你这句话听在 想跟你合作的人的耳朵里面 是什么感想 原来你要通吃啊 没有 我听到的版本不是这样 有人给我看过一个名单 但是我不方便秀出来 有人给我看过 有一部分 他们的idea可能是 有一部分锅题 有一部分科题 然后穿插 穿插 然后甚至 其中我看过的名单 还包含其他政党的成员 所以他们接受双重政党 那提了某些其他政党的成员 也挂上去 他们想说这样可以极大化选票 所以我看过一份名单 那一份名单固然没有三十多个 然而我看到 柯的人 郭的人 跟其他政党的人民 那是下面的操作吗 至少柯文哲自己是这样讲的 现在最有趣的部分来了 我非常同意 刚才我们李议员的一句话 这个 这个 郭董 越晚决定越好 时间是 我再强调 时间是站在 郭台铭跟 王金平 这里 所以呢 他一定要拉长 这个战线的 我现在才开场八月八号 所以郭台铭昨天讲什么 讲得好极了 他现在正在关注 这个国际间的大事 中美贸易战 香港反战中的问题 他不关心国内的这些选举 纷纷扰扰 他在关心这两个国际大事 这两件国际大事 就如同我们本节目高度关心 为什么他会直接 影响到台湾 影响到亚洲 影响到全世界 人家的高度多高 你再回头看看 那个什么要参选的 这个高 高雄市长跟台北市长 每天在谈什么事情 所以呢 他这个高度一拉开来之后呢 我觉得是这样 我后来算了 算了一下这个时辰表 除了九月中要表态之外 因为那个涉及到 那个联署嘛 他有没有第二种方法 绕过这个联署 可以参选总统 有 就是有其他政党推荐啊 亲民党的 所以我带 说我看到的名单 事实上是有这样的成员 我的时间 中间场应该 郭台铭 王金平 现在应该要让 宋楚瑜复活了啦 因为你这个 跟你的时辰表有关嘛 你如果 郭台铭最晚可以拖到 十一月在表态的话 那就跟亲民党借牌嘛 那这个时候就应该 让亲民党复活啦 所以我在等 应该是中间场的 一个重要的戏码 那如果是这个组合 他又极小化 韩国瑜的票 他事实上 巩固的可能是 南军的票 或者偏南的选票 我觉得第一个是在压制柯文哲 如果郭台铭 王金平 让宋楚瑜复活的话 那就表示第一个 我不用 我绕过你那个九月 你这个所谓的要连署 第二个 你三十四期要提名 那我们有其他的想法啦 所以我觉得 这个戏啊 才在开场而已 后面还更好玩 那我问一下林卓铭 林卓铭你几年次 六九 六九 所以在你这个世代 你怎么看今年的几个 总统大选的候选人 你刚刚已经充分表达了 你是半年前的前科粉 那现在觉得 你被柯文哲打脸 那你怎么看郭台铭 你怎么看蔡英文 你怎么看韩国瑜 基本上对我而言 目前就像说中美贸易战好了 我觉得蔡英文就是明显 就是美国指定的对象 那韩国瑜就明显 韩国瑜或郭台铭 就是中国他们指定的对象 就像讲 我还是要回来 再念一下柯文哲 就是说 他们都有一件事情 他就说打蓝打绿 他们可是绝对不敢 跟中国大小生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我想蔡英文总统 他也没对中国 恶言相向或干嘛 但是他已经谨守了一个 我最常常有一件事情 我保有我是台湾人的一个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论调 我有一个国家主权的意识的一个存在 但韩国瑜和郭台铭而言 对我而言 我觉得他们都是同一种人 对 所以你来讲 他们都是相对亲中路线的总统 绝对亲中路线 好 总统的人选 那所以对你来讲 你看这一场总统的选战 就变成中美的代理战争 因为一个路线是亲美的 那其他是亲中的 但是你没有办法接受过分心中的路线 没错 那可是也有一批人攻击蔡英文 说那蔡英文这样的路线 可能会引来两岸之间的关系紧绷 或者风险 往上关系紧绷是只有今天才发生吗 所以就算了 就过去四年不是就这样吗 中国每次收收放放收收放放 可是我觉得蔡英文总统并没有对于说 好我要如果他今天真的要对中国那么敌意的话 我可以很多限制路客来台 我直接跟你 我直接路客签证 我跟你加紧扮演就好了 因为反正他们一条龙特别的多 我觉得从头查中置就好了 可是我觉得基本上还是 蔡英文总统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宽容的态度 他以前柯文哲也是也讲过一件事情 他觉得蔡英文总统很辛苦 辛苦了 因为他不仅是在内政 还要面对中国的压力 美国的压力 他必须要在一个地方去展现出来一个 比较调和鼎耐的一个 不要说过分刺激中国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也不了解说 柯文哲到底说 对于蔡英文总统 所以中国 我觉得他有时候说 是说出一些 譬如说天南独世代 必须想要对中国想表达的一些意思 一个中国政府天天在对台湾的人民说 要武统武统武统 可是只有蔡英文总统讲话 其他三个候选人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人讲过话 像郭台铭董事长好了 他最喜欢戴一个帽子 上面一个国旗 可是我也很希望有一天 他在中国的场合 他也能戴上那顶帽子 如果他戴上那顶帽子 我就佩服他 就是说比方说 他下一次去见习近平的时候 要不要把那个棒球帽 这个压着中华民国国旗 然后一起压上去一起见 对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哈喽我是陈寗官 拜托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 赶快按订阅哦